各位还记得这只牛吗 后脚跟处溃烂严重 发现的太晚 导致整片蹄子都烂了 切开脚趾层后 大量浓血涌出 内部的情况更是不忍之势 最后给喷洒上了点酒 还附上了药泥 将它包裹得严严实实 再经过了两周后的第一次复查 情况并不是很好 溃烂没有愈合反倒是更严重了 包裹的布早已不见踪影 溃烂上沾满了脏东西 最后师傅再次修理好 换成了药粉附上 距离上次复查过去了一个月 农场主没有打电话说伤口发炎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表面看溃烂已经愈合 并且长出了新的角质 想要看得更明白 还是得用打磨机将表面角质剔除 左边提上的护甲早已脱落 换小刀将左边提修平着 把塞缝里的泥刮干净 修理平整后用喷枪烤一遍 涂抹上橡胶树枝 重新装上护甲保护 接着开始处理伤体 用小刀将黑色老皮清理干净 肉体的溃烂已经好了八成 颜色都有之前的暗紫色变成了白色 现在要将周围的脏东西剔除干净 顺便检查拿出还没愈合 右侧边缘还有写伸出 接着处理后脚跟处的裂缝 这是一个技术活 必须要有耐心 一走神就会伤到肉体 还好里面都只是泥垢 底部体面上还有两处微浴盒 最后师傅还发现侧面腐烂了 用包子割开角质 这是后面才受的伤 不过相较于之前来说 恢复的很不错 最后再敷上药泥 用透气绷带包裹起来 再有个两周 溃烂就能痊愈 等表面长出心脚之后 修理一番就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说长按点赞有惊喜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